哈喽,大家好,我是雅莉 现在我们正在前往美其林三星Davidoglio家购买复活节的蛋糕 我们是从米兰出发前往Bergamo 差不多需要40分钟左右的车程 但是我觉得他家的面包,他家的蛋糕真的是太好吃了 所以开这40分钟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的 进他家,需要门口按门铃 然后他们会把大门打开 然后我们直接车开进去 他们家不单单是美其林三星,仓厅,而且还是一家酒店 大门开进来以后里面都是他们的私人场地 生活中像我们这样开车特意赶过来买复活节蛋糕的人 我们夫妻俩都比较喜欢追求美食吧 我们到了他们的接待处门口 然后会有一个服务生过来 然后负责帮我们停车吧 我和我先生两个人经常会开车一两个小时出门 我和我先生两个人经常会开车一两个小时出门 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讨好吃的东西吃 因为我们觉得吃是人生当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胃 他们家的复活节蛋糕卖42欧元一个 相当于300多人民币 正常超市的复活节蛋糕卖的是七八欧元 贵了他们整整差不多五倍左右 两种口味 它总共是有两种口味是吗 一个是巧克力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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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个人觉得与其吃一个味道一般的 虽然价格便宜 我倒不如吃一个味道好的 然后价格稍微贵一点的 物有所值吧 他们的服务生直接进来 帮我们的蛋糕直接拿到车里去 我觉得这个服务他们还是蛮周到的 我买一个这个 你问一下他这个里面是什么 问一下他 这个要60欧元 找480人民币 里面是巧克力 前面讲话的这个女的是精灵 去年我们三餐节买了很多的蛋糕 所以聊过天 所以认识 这个 最后这位精灵还给我们达了10%的折扣 这是饼干 28块饼干 这是28欧元 28欧元 200多 200多人民币 对买一盒吧 我们买一个 尝一下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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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羊的还是兔子的 兔子的吧 兔子的吧 这是羊 这是兔子 这是羊 这是兔子 这是兔子 OK 羊吧 谢谢 我觉得他这个卖的纯粹就是包装好看 这里是桥酒吧 这里就是餐厅了 现在门关着 他们现在餐厅是不对外的 只有对里面住的里面的人 因为他这里美其林餐厅 不当当有他的甜片工厂 还有他们的酒店 这里面还有劳力士的橱窗 等他们家餐厅对外开放的时候 我们再过来拍一期视频 跟大家分享美食的 大家的洗手业特别高级 他们家还出产面 甜品 果酱 我们走下 逛下他的那个做甜品的工厂吧 你走成圈 你走下去 对啊 上一次我们来这家美其林餐厅是 周年庆和我先生一起来的 那时候的绿化非常漂亮 像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环境 等我们过几个月来的时候 这里啊 上面啊 就长满了很多的花 非常漂亮 现在我带大家去参观他家的甜品工厂 这里就是他们的工厂了 甜品工厂 现在处于光门状态 看见 甜品工厂 看见能看到吗 看不到 阳光光射 OK 现在我把我们今天买来的那个蛋糕打开 咱们打开看一下 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复活节面包 他们意大利有个习俗 复活节的时候就吃这种蛋糕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经典节吃青年 这个有点像那种鸟形状 这个应该是经典的味 这个是巧克力味 现在我把这两个味道都打开尝一下 好伤啊 看能看到没有里面它有那个 这个什么橘子肝 橘子皮 橘子皮 对 然后这一块 然后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你看得到吗 里面的量 现在我切一块巧克力尾羊 两种一起品尝一下 汤酱的一块比较好吃 看里面的馅 都是巧克力馅 超大的一个巧克力馅 现在是晚上8点多 9点多 吃这么一大块的巧克力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满满的馅 满满的巧克力 现在我们来打开这个饼干 来尝一下这个饼干 我觉得这个饼干他卖的就是这个包装 看他这小我们选的是小羊 咱们这个是平几 吃一点 在吃之前先拼一下 这个桌子干净的 还是哪 好吃 这是汤酱的东西 我第一次吃一个饼干它是有这种平补的形式 然后这两只手头 然后有两只手手 然后这花是在前面 小羊拼好 太可爱了 好我现在刺着 先吃它的手 超好吃 超香 超好吃 好啦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明天见哦 完成了 谢谢 谢谢 这 谢谢